红色彩衣的西洋鞋照 那么这匹马呢是我们武汉赛马场上的一匹老将了 他现在带你整个队伍继续向前的推进 好我们看到马上转弯进入最后的直路 前面三匹马是并驾骑驹几乎不肥 先后的进入了直路 暂时你现在仍然是一号的西洋鞋照 速度保持的非常的好 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突然五号的加旗落马 骑士摔倒在了地上 马匹没有受到影响继续在冲刺 比赛继续前面你现在仍然是内档的西洋鞋照 好的看到视频呢我们发现 本场比赛一共出马7匹 最后呢只有三匹马那个完成比赛 比赛中也是发生一个在武汉赛事上 非常少见的一个连环坠马的这么一个情况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下 这个坠马是怎么发生的 好的第一匹坠马呢我们看到是发生在 五号的这个加旗的身上 在他进入直道的时候呢其实失去了平衡 这种 précéd位 alte创造糊说还没有